有无聊吗 有没有骚气十足的电影 有的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王家卫的重庆森林 别人拍电影都是特效反转一起上 生怕电影不够精彩 这个家伙拍电影 只选了四个演员 放在那里 就让人想入非非 然后你就会脑补出 一系列骚气十足的故事 正片开始 等一下 我先找一下那个门骚的感觉 这是一家名叫 午夜特快的快餐店 老板是个喜欢给 直男月女牵红线的月老 英俊帅气的警察小五 经常来到这家店等女友下班 就在四月一日 余恩杰那天 女友阿妹说了分手 便再也没联系 小五那个密码是 爱你一万年的BB机中 也不再传来女友的留言 老板看不过去 偷偷告诉他 店员阿妹已经暗恋你好久了 可小五不为所动 觉得女友分手 是余恩杰开的玩笑 从那天开始 小五每天都会买罐 五月一日到期的风力罐头 因为女友最喜欢吃风力 如果攒够三十罐 女友还没回来 那这段感情 也就过期了 四月三十日晚上 小五跑遍整个城市 终于买到最后一罐 然后一口气 将三十罐风力全部吃完 让这段感情彻底过期 小五又来到午夜特快 请老板为他和店员阿妹 重新牵线 老板却告诉他 阿妹已经喜欢上了别人 以后千万别让女人等 一夜之间 小五从玩人迷 变成了狗部里的单身汉 从初恋女友 到小学同学 没有一个女人想和他约会 吃完三十罐凤梨 小五的胃力一阵翻滚 听说酒和一炷消化 他记得夜色来到烟酒吧 喝得狂吐不止 也不知道是为了消化 还是为了消愁 小五告诉自己 从这一分钟开始 他将喜欢上 第一个走进来的女人 伴随着酒吧里舒缓的绝食乐 带着墨镜的金发玉姐 青霞走了进来 坐在小五的对面 点了一杯威士忌后 一眼不发 小五走到他身边 在正式搭讪前 问了一个问题 小姐 请问你喜不喜欢吃凤梨 他可不想再吃三十罐凤梨 面对小五的搭讪 青霞点起一只寂寞的香烟 对他爱搭不理 小五猜想 青霞在夜晚戴着墨镜 是因为失恋 不想让别人看见他哭过 其实青霞只是喜欢穿雨衣 配墨镜 因为他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下雨 什么时候会天晴 小五建议他 失恋不如去跑宝铺 让身体的水分 变成汗液蒸发 这样就不会流泪了 可青霞却说 我已经跑了一个晚上 他不是因为失恋 而是被人追杀 青霞那一头金发 是假发 因为开酒标的外国男友 喜欢金发女郎 为了爱情 青霞不惜帮男友贩毒 他找了一帮印度阿三 收了他们的护照 给他们穿上特制的西装皮鞋 方便藏毒 就在青霞转身去机场前台 办手续的间隙 那群印度阿三 带着毒品 消失得无影无踪 外国男友不肯见他 只叫人 转交给他一罐 五月一日到期的罐头 如果在这之前 找不到那群印度阿三 那就会是他的死期 青霞四处打听消息 可这个城市里的印度人 好像都不知道 那群印度阿三的踪迹 情急之下 青霞绑架了一名 印度大叔的女孩 被他透露消息 青霞并没有对小女孩做什么 只带他来吃冰激凌 一个小时之后 大叔依然没有传来消息 青霞不忍对小女孩下手 把他放到冰激凌店 让大叔来接他 五月一日的零点刚到 从无人的巷口 突然窜出来取了杀手 青霞拿出手机上反击 可人太多 他匆忙跑上地铁 才逃过一劫 他刚走进酒吧休息一下 就遇见小五前来搭讪 小五不断搭讪 想要彼此多多了解 可在青霞的眼里 男人不过都是 喜新研究的大猪蹄子 就比如说 他的外国男友吧 此时男友的怀里 已经有了另一名金发女郎 小五和青霞 一直喝酒到酒吧打烊 青霞依然沉默寡言 只说了一句 我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小五以为两人 即将会发生一些 不可描述的事情 在酒店702房间内 青霞直接睡了过去 原来他说的休息 是真的休息 小五只能在一旁 吃着沙拉 刷着月片 临走前 他不忘将青霞的高跟鞋 脱下擦干净 听到关门声 青霞猛地坐起 他好像一夜没睡 就等着发生点什么 他从窗台 看着小五的身影 自己做了个决定 温温的天 下起了雨 小五彻底接受单身的事实 他在操场上 大压着奔跑 成功蒸发掉身体的水分 他将BB机留在操场 因为他知道 今天没有人会再扣他 小五刚转身 就为了滴滴声传了出来 是青霞给他留言 702号房间的朋友 跟你说一句 生日快乐 没错 5月1日也是小五的生日 这一句话 让小五打算记住青霞 记忆的期限是 一万年 此时的青霞 带着枪 来到男友的酒吧 用几只小猫 引用男友出现 然后在他身后 连开三枪 外观男友 倒在血泊之中 身边是一罐 已经开封了的 5月1日的罐头 青霞转身扔掉假发 做了提前订好了航班 离开了这座伤心的城市 小五再次来到 午夜特快 这里又来了新的店员 是老板的表妹阿飞 老板本想将阿飞 介绍给小五 可小五就看到擦布里的男人 回应道 我不喜欢男人 阿飞拖了东西过来 小五和他擦肩而过 那一刻 他们的距离 只有0.001公分 6个小时之后 阿飞喜欢上了另一个男人 他也是名巡警 编号663 663也是午夜特快的吃男之一 他每晚都会给女友 买一份厨师沙拉 他的女友是名空姐 每一架飞机上 肯定有一个空姐 是你想泡的 去年那个时候 663就在25000里的高空 成功泡到一个 663喜欢在空姐 用人的身体上起飞 也喜欢拿模型 在女友的身体上降落 663每晚都会来买厨师沙拉 他觉得女友 只喜欢这款宵夜 老板建议他 换个炸鱼薯条 不是时怎么知道 女友是否喜欢新口味 果然 女友不仅喜欢上了新食物 也喜欢上了新生活 空姐女友在663的世界里 飞来飞去 留给他的 只有无尽的等待 每年663来到店里 阿飞总是有意无意的 出现在他的眼前 店里的那首 叫加州木的歌 被阿飞开得很大声 他经常在店里 一边调理快餐 一边有节奏的 扭动身子 这天 午夜特快里来的一个空姐 正是663的女友 他留下一封信 头也不回来走了 店长利用蒸汽 偷偷打开那封信 看完之后只摇头 所有人看过这封信之后 都发出惊叹 阿飞打开信封 上面写着 你的位置被取消了 钥匙还给你 再见 那一晚 所有人都不约二同的外出 只留下阿飞一人 去面对663 阿飞大声告诉他 由于空姐 留下了一封信 663似乎已经预知到 信里的内容 只点了一杯咖啡 站在街头 慢慢聚起右手 这个镜头动作很慢 时间更慢 是我在这部电影中 最喜欢的第三个镜头 他将信留在店里 说过几天再来拿 回到家后 他发现很多东西 都很伤心 香脏开始变瘦 毛巾会流泪 就连毛绒玩具 也十分孤单 从那天开始 663换了巡逻的时间 和地点 再也没去 我也特快吃东西 这对阿飞来说 有一点煎熬 阿飞再次见到663 是在一次外出买菜的早上 他拖了一筐蔬菜 倒着走 不小心撞到了 街边吃早餐的663 663放下碗筷 将菜扛在肩上 帮阿飞送到了 我也特快 阿飞说 不如你给我留个地址吧 我把那封信 寄给你 663觉得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那天下午 阿飞一个人坐在店里 品尝到663的黑咖啡 他在这里做了一个梦 蒙着自己 来到663的家中 这个梦太美好 阿飞也没想到 这个梦会做这么久 663的家 离五爷特快不远 阿飞拿着信封里的钥匙 梦游到了663的家里 趁着663上班不在家 阿飞在这里整理衣柜 换床单 玩弄663的模型飞机 还在CD机里 夺放了一张 假装梦的光碟 日复一日的 一天又一天的 乐此不疲 他会因为在663床上 找到一个女人的长发而郁闷 也会腹黑的 闪掉空姐女友 给663的电话留言 忽然有一天 663以为是女友回来了 上门中途冲回家 却只看见被水淹了的地板 像是整个房子都在哭 他收拾好一切准备出门 一开门 却看见阿飞 拿着一袋鲸鱼 站在门口 阿飞被他吓了一跳 阿飞嘴上说要离开 可是左脚 却很诚实的 想要留下来 他说他的脚扭了 663熟练的帮他揉捏 就像当初帮空姐女友按摩一样 他打开家里的CD机 说那是女友最喜欢听的歌 可他却没有发现 那是午夜偷快里 一直单曲循环的 假装梦 不知不觉 阿飞在663的沙发上睡着了 663也坐在旁边 靠着阿飞的肩膀 睡着了 这两天 一直泡在663的家里 阿飞忘了很多事 包括给午夜偷快交电费 还有餐厅 点了一晚上的蜡烛 晚上在家的663 忽然发现了一些变化 香草变胖了 毛巾不再流泪 由上的大白熊 变成了加飞猫 之后阿飞 依然梦游到663家里整理房间 他用一张报纸 折了一架纸飞机 飞出窗外 正巧被663看见 663重回家里 在门口和阿飞撞个正着 阿飞被他吓得惊叫出声 插上门 就躲在衣柜里 663一脚踹开门 当他冲进屋里时 阿飞从另一个方向 落后而逃 当晚663来了五月特快 拿回那封信 阿飞吓了一跳 以为自己会被责骂 险之663下一句 是问他 你明晚有没有空 我想约你出去 明晚八点 我在对面的家族餐馆等你 663的邀请 让阿飞的心情十分复杂 他带着笑容 手足无措 663回家 将女友所有东西 都打包风箱 就像在清理跑道 准备让第二架飞机降落 663换上便装 第二天早早来到了家族餐厅 可一直等到深夜 阿飞也没出现 半个小时后 五月特快的老板过来告诉他 阿飞已经走了 他去了珍重的家族 老板转交给663一封信 这次663依然没看 663来到便利店买啤酒 偶遇了空姐前女友 前女友已经练成了一位 街头汽车男 看着摩托车飞驰而去 663露出一抹苦笑 他走出便利店 经阿飞的信扔起蓝鸡桶 可很快 他又后悔了 毛鲁大鱼捡回了信 这里是我最喜欢的第二个镜头 663在雨水拍到的玻璃内 小心翼翼地展开阿飞的信 此时他的内心 一定是潮湿的 就像那封信一样 那是一张手起的登机牌 时间是一年之后 地点的刺激 被雨水打湿 模糊不清 其实那一夜 阿飞没有十月 他去了真正的家族餐厅 他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感受家族的阳光 一年后 又一个空姐 来到了午夜头快 餐厅里亮了灯光 卷帘门却放了下来 空姐推开卷帘门 看见归来后面的老板 竟然是663 这是我喜欢这部电影的 第一个画面 戴着摸进了空姐 是阿飞 她从眼睛上方看人的样子 调皮又动人 她问663 怎么会在这里 663也很吃惊 她不做警察 接手他表哥的餐厅 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两个人 同一首歌 只不过两个人 调换了位置 也换了衣服 663关掉音乐 拿出那张 珍藏已久的登机牌 如果有人给你一张 这样的登机牌 你会不会让他上机 只是自己打湿了 看不清去哪里 阿飞嘴上带了笑 给663又画了一张登机牌 我不要走去哪里 无所谓 你走去哪里 重庆森林里没有重庆 它取名于香港的重庆大厦 那也是个鱼龙混杂之地 住着中国人 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 王家卫在那里长大 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 为了排除重庆大厦的混乱 剧组还曾被那里的印度警察围追堵截 也许正因为这样 林兴侠被追杀的那场戏 距离摇晃了镜头 透露出一股十分真实的紧张感 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的心里没有任何预期 也没有任何期盼 看到结尾 也仅仅是感叹一句 哦 原来大家都一样 都是这么闷骚的 然而我第五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忽然被里面的季节给惊奇到了 先说出青鸭扮演的金发女 她是里面最痴情的一个 她整日戴着假发 就是因为迎合外国男友的口味 很多人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穿雨衣 戴墨镜 电影里有个线索 在后面 酒吧男让新欢去下楼买烟的时候 那女人看到外面下大雨 便折返回来 而青鸭整日戴着墨镜 穿着雨衣 就是为了不管外面是下雨 还是大太阳 她都能快速又准确地 完成男友的需要 青鸭不惜犯罪 去帮男友贩毒 真的是迎合到了骨子里 但当她最极致的迎合 都无法满足对方的时候 她只能一向杀了她 金城骨扮演的小五 纯纯的鲜肉 大家都以为她是最纯情的那个 其实她是私人中 最骚最花的那个 知道她为什么非要买 五月一日到齐了凤梨罐头吗 因为她的女友叫做阿妹 妹就是五月 失恋的那个晚上 她联系了数个女性朋友 日语 英语 普通话 全部用上 另外 她每次失恋的时候 都喜欢去跑步 蒸泡泪水 这个每次可谓经验丰富 当然 你也可以说 她太容易喜欢了 电影里 我最喜欢663和阿飞的故事 今天真的讲了一点啰嗦了 但这些点 实在是太好玩了 一定要分享给你们 663和小五最大的共同点 并不是他们都是警察 而是他们两个 都最喜欢厨师沙拉 阿飞在663的屋里 收拾东西 每一样阿飞动物的东西 最后都有意无意地 用在了663身上 装了安眠药的水瓶 换了标签的 杀链鱼罐头 特别是那件 格子衬衫和红色的袜子 663在最后约会的时候 也恰巧选中了他们 这种恰如其分的巧合 仍然觉得 他们就该是一对 还有在中间 阿飞在663的床头 找了一个女人的头发 然后又在大街上 撞见了一个长发女人 和663在一起 阿飞有明显的粗意 而等663飞奔回家的时候 她发现屋子里了一滩水 我深刻怀疑 是阿飞生气 故意把屋子搞漏水的 我天天给你收拾屋子 你却在这里睡别人的女人 还有阿飞曾清楚地 把一双红色拖鞋 放到沙发下面 而当水烟小屋子时候 飘出来的只有男士拖鞋 红色的那双 应该也是被阿飞给丢掉了 阿飞在屋里 曾经试穿过空姐的衣服 另外在前女友 去快赞店的时候 阿飞站在身后的那一段 我穿我也行的小眼神 两个线索放在一起 才会有后面的阿飞 空姐回归 她或许是为了证明 或许是为了填补663的空位 阿飞最终做了空姐 她对这份感情 也是别有用心了 最后的最后 快三表哥 一直叫663回633 阿飞在最后 先给663的登记牌上 也故意标志是633 有可能阿飞打心里想的是 663是属于前空姐的 而一直在午夜 来到快三店里 买宵夜的痴情男子633 才是属于她自己的 这个世界很小 每天你都有机会 与别人擦身而过 你对她一无所知 不过也许有一天 她可能变成你的朋友 或是知己 小吴在抓捕逃犯时 与清姐擦身而过 57个小时之后 小吴别暗示了她 小吴在午夜特快里 与阿飞擦身而过 两人没有缘分 却促成了另一段姻缘 清夏从重庆大厦里走出来 站到一家环境店门口 正好与买家飞猫的阿绳擦身而过 世界很大 但也很小 说不定下一秒 擦身而过的人 就是你一直寻找的缘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